Odia Jungle Odia Jungle 29日,为邓丽君名单,登上古歌手首页,取自Google首页,打开Google首页,发现了麻,29日的Google是台湾知名女歌手邓丽君。 邓丽君声于1953年1月29日,1967年发行人生中第一张专辑邓丽君之歌,第一集凤阳花鼓,此后大量投入电视剧、电影表演,为许多电视剧演唱,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。 日中青年交流团体AdJapan Nicky今日,怀念景邓丽君,景邓丽君警,上午1点38分,2018年1月29日,14岁,发行首张专辑邓丽君成长御眷孙,从小母亲以留生机播放音乐给她听。 父亲则常待,她去带水河,便练嗓子,待,她到93康乐队表演,依次,在学校校庆时上台表演,老师才发现邓丽君的歌声很美,派她代表学校参加歌唱比赛。 国中就读《金灵女忠实》,因歌唱事业而辍学,14岁便发行第一张专辑邓丽君之歌,第一集《凤阳花鼓》,进入演艺圈后,邓丽君风靡了台湾的五、六年鸡生,在当时她投入劳军,被称为LDQUO,军中情人RDQUO大陆,尚未开放失明,便非常喜欢她的歌声,称她为LDQUO,小邓RDQUO与他们的领导人邓小平齐名。 可以说邓丽君是大陆开放前后,唯一以歌声征服大陆的艺人,甚至七年鸡生一将,对于邓丽君的歌曲一耳熟能详,例如《我只在乎你》、《甜蜜蜜》、《小城故事》等,歌坛天后王妃同是邓丽君迷,曾奔唱《南海姑娘》和《戴远人长酒》。